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 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 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 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家编沟记事》。 作者 杨显慧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播讲 聂梅 吕鹏 董建义的妻子顾晓云,让我带她去董建义的坟上看看。 我的心里咯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 我一边思索,一边说, 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刻显出惊讶的神情。 为什么? 呃,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了。 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她的。 呃,是啊,你是来看她的,可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呃,是应该,是应该,可是,可是什么? 可是,她的坟,可能,可能找,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她了。 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 我支支吾吾的说,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她拉到坟地埋葬的。 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边啊,真是后悔。 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 为了改变狼狈的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郭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摇动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 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买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个忙,我一定要扔下老董的坟。 我不认下她的坟,以后来签坟,我到哪儿去找她的骨头。 哎哟,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意带她到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 这使得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 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呢?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的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啊,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的去找。 到了坟地,你也找不着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劳动? 那边没有墓碑吗? 呵呵,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啊。 什么?连墓碑也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啊?这不是伤天害理吗? 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啊?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 对了,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啊,还真是拴了一个纸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身上画个纸片,有什么用啊? 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每个坟都挖开看看呢。 人家可不那样想啊,人家编号啊,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代。 拿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这样说,我是见不着牢洞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朝冲文叫了起来。 怎么找不到?你到厂部去,找管教科。 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儿。 其他人也说,老巢,老巢说的对,就找管教科去。 那个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厂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的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 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厂部就在那里。 看着她走进那道沟了,我才回到了窑洞去。 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了朝冲文的吼骂声。 老李,你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啊。 朝冲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 那时候啊,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 解放以后呢,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正工科长。 这个人呢,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儿,就要说,就要骂。 据他自己说呀,他是在当正工科长的时候,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 我惊讶地说,老朝,你骂我干什么呀?我惹着你了。 骂你?骂你还轻呢? 你他骂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 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让你领到坟上去看看。 这人之常情啊。 男人死了,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儿,以后来上坟呢,牵坟呢,也方便。 你他骂的就几步路的事儿,你不愿意去? 你说你找不着? 你怎么找不着啊? 那天埋葬建义的时候,不是你跟着去的吗? 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 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代。 人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 你安的什么心啊? 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朝冲文骂完,然后回骂他。 背上你的臭嘴巴,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啊? 我不领他去看坟,自然就不领个原因,用得着你管吗? 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怕你剁嘴这个事儿。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了你,你为啥怕我多嘴啊? 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 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啊,你知道个屁! 前两天的,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的扔在沙滩上了。 她的衣裳让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儿,师院历史系的张教授说,哎,肯定啊,是让人拿去换吃的了。 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啊,不要给他穿泥子衣裳,不要裹鸦容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儿,老董屁股担子上的肉,干嘛的,让人翻走了。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看去,我骗你们干什么呀? 小腿肚子那儿,还让人挂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干的这种缺德事儿? 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啊,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得禁闭。 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 朝崇文一吼,他惊慌的说,哎,老朝,你可不要冤枉人啊。 冤枉人,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 王院长,是不是就是你弄的? 老朝昊,你这可是冤枉人啊。 王院长的事儿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儿。 这几天我这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我能干那事儿啊,我? 朝崇文又问,你敢说你没出过门? 我慌忙的查了一句,老朝,这事儿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呢,都是我打给他的。 曹崇文说,哎,那是谁干的,啊? 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 糊涂还不食子呢,人都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得什么心吗? 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儿,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甘巴拉鸡,光溜溜的那样子。 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啊。 曹崇文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才说,哎,那就不该让他去厂部打听啊。 老朝,你现在知道了,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曹崇文不说话了,但恨恨的哀了一声。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以血肉鸣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以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 系列纪实作品,家编沟济世,正在播出。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摇洞看过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西罩。 山水沟里边啊,已经是阴影朦胧了,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吃了就睡,减少无畏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莲子的响声。 谁? 哇,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董建议他媳妇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哀人又来了,怎么办? 这时候,朝冲门说,那就叫我进来呗。 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进,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 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他怕碰着什么。 我让他,我让他,我让他,我让他等等,点上了没有灯,然后问他,怎么样,找到人了吗? 喻洞里太黑了。 他就让他,我让他,他听到他,他听到他人了。 他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 要哭 泪水 饮满了她的眼睛 我慌忙地劝她 别哭 别哭 你坐下 坐下说 出什么事了 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她眼睛 坐下来 还坐在我的铺角上 我蹲在她的对面 在我们窑洞里 站着是很累的 因为啊 窑洞很矮 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 在厂部的一间 积极草稀搭的棚子里 管教科的一名干部 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 说董建议真是死了 七天了 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 她叫那位干部 去问问掩埋组的人 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锐的人 但段云锐说她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 不去坟地 叫她去找那几个人 她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 另一个病重 住进医务室了 剩下的三个人 走不动路了 在窑洞躺着 新组间的掩埋组 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 董建议的爱人 在办公室哭泣很久 说找不到董建议的尸体 就不回上海去 那位管教干部 竟然发火了 你不回去啊 那好吧 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董建议的夫人不说话了 还是哭 那个人就又说 真不想回去啊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 顾小云问他 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 给你们单位写信呢 让保卫科来领你回去 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 男人思想反动 劳动教养 你不跟他划清界限 还跑到这儿来胡闹 你这是立场问题 是向政府示威 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 我们呢 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 要好好的教育你 听到那个人这样说 顾小云不敢说话了 也不敢哭了 就又来找我了 小李大哥 求你帮帮我吧 听到他的话 我的心放下了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 去找找老董的坟 怎么找呀 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买 有的坟呢 还让风给刮平了 连坟都找不到了 你上哪儿去找啊 就是一个坟 一个坟一个坟的坟 也要找到劳动的坟 你那样做行吗 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 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 为了找一个人 把全部分都挖开 你想想 那样做 妥当吗 小李大哥 那你 你说 还有什么好方法啊 有什么好方法 找不到就找不到吧 你来看望过来 知道他的情况了 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愿了 老董啊 也就入途为安 放心的走了 这就行了 你要知道 找不到亲人坟墓的 不是你一个 你今天晚上啊 在这凑合着住一夜 明天早晨呢 去火车站 赶火车吧 回上海去 他呜呜的哭个不停 没理会他的哭泣 我把自己的被子 整理好以后 对他说 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 我找个地方睡去 然后啊 我就拿了一件大衣 和另一个右派 挤在一起睡觉了 在加变购农场 还有几间用来 接待探视者的客房 名水可没有那条件了 出去厂部 用几几草集 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 所有的劳教贩和干部 都住地窝子和窑洞 亲属来探亲 只能挤在劳教饭中间睡觉 或者坐以待蛋 我睡下来 我睡下了 作为老董的朋友 我应该把自己的铺 让给他 妻子去睡 很久以后 我抬头看看 董建一的妻子 还坐在地铺上 我想 他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 已经整整三年了 我还没拆洗过被子 被子呀 脏得没法看 还长满了狮子 我还听见他 轻轻的哭泣声 不知道 夜里他睡觉没有 我早晨醒来的时候 他还是那样坐着 只是 把一条被子 披在他的 猎宁市 泥子短大衣外边 冷啊 虽然 还没有到龙冬季节 但高台的夜间温度 已经降到零下十七八度了 窑洞里 又没有炉子取暖 洞口只就一个草帘子 当当风 唉 温暖的火炉啊 我们 已经三年 没有见过他了 我们现在就要 我们下期再见 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